我今天第一反映 冬季奇居然才23岁 这个赛季大家都说他胖了 球队还交易了他们的二当家 换来了这个赛季打得很烂的两个人 独行侠球迷内心很慌 波神其实打得还不错 但他和球队的关系无法调和 被达拉斯键卖之后 得到了不吃球没有卵用 还找不到投篮感觉的丁维迪 除了投篮啥都不会 合同贼大 还投得不准的贝尔坦斯 冬季奇望着达拉斯这般景象心想 还得我自己来 显然秀赛季他没有做好体重管理 他看上去很慢 还丢掉了自己的节奏 吃胖容易减肥难 冬季奇花了足足四个月的时间 才终于在2022年的2月 展现出了自己的减肥成果 2月的卢卡交出了34.7分 10.3篮板 8.8助攻 45.7%的命中率 41.2%的3分 每场获得10次发球 他变得更快了 更像上个赛季的自己 随着状态回升 球队也攀升到西部第五 原本认为雪亏的买卖 丁卫迪似乎找到了自信 贝尔坦斯的手感也在回升 今天是冬季奇23岁生日 从进入联盟的第一年起 他就很强 强了四年 他的很多操作 会让你感觉 这个人打了得有15年球了 但那些疯狂的超远三分 和那些憨憨的笑容 还会让你想起 23岁就该是这个模样 作为达拉斯唯一的希望 冬季奇依然走在一条 很正确的路上 不过他要明白 假如我年少有微不减肥 早晚懂得什么最珍贵